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路 跟人家聊天或办事时 调习也都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你稳住情绪 调习也是进入缠坐基本功的一个法则 调习本身连接着气与神 这个气与神连接到调心 所以从调习进入到调心的时候 我们的气神要进入比较深的程度 要注意深 长 云 细 当调习调到深 长 云 细的时候 会发觉你的身体 你的举手投足有一股力量 是气与神的力量 就像狮子一样 气势如虹 这是调习的意外收获 调习不只是纯粹为了打坐而已 也可以独立运作 来帮助我们增益士气 调习可以养气神 气神养好 你全身就会散发氏气 就像狮子吼 我们一直以为 狮子吼时叫得非常大声 但其实它是运用气与神 以较低沉的声音发声的 当人家感觉 你这个人气神很旺 那表示 你平常调习调得很好 所以调习可以让自己调养出士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调习这么重要 每一次要打坐前 我们都必须先进入调习 调习时 所用的时间长短 因人而异 好比晚上没睡好 这个时候调习就要久一点 然后再进行打坐 若是你没睡好 又只是随便调一下 打坐就比较容易昏沉 昏沉就容易打瞌睡 既然要调习就不能睡着 发觉昨夜没睡好 今天就应该用更久的时间调习 把气整个养足了 就有助于调心 所以调习真正的功夫 就是要把气神给调出来 这样进入调心时 效果就会不一样 这一堂课 我们要进一步来说明 缠坐调习的重要性 假使 以后我们有机会进行更多天的缠坐 那么调食 调棉 调身 都必须要特别注意 调习是进入调心前的一个步骤 是进入真实打坐的起跑点 气神够不够 是影响调心的重要关键 假使没睡好 或者有哪里不舒服 气神不足的话 调心就会有一点障碍 但是 假使气神很足 调心的这门功夫 就能事半功倍 所以调心之前 要含养气神 想养气 就要调习 习调好了 气足了 神就清了 所谓精气神 气足了 神就清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神 就会如 像王般 那样的安稳 大象的每一脚步 都是安稳的 我们的大雄宝殿 有文书 有文书施力菩萨的狮子 和普贤菩萨的 像王 为什么我们会说 进入大雄宝殿时 你有没有听到狮子在喉 有没有听到大象在叫 狮子代表我们的气 养足了 养足了以后 我们的神就安定 安稳了 像大象一样安稳 所以 从气养足 到神安稳 进入调心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调心的方法 我们刚刚讲了 可以用鼠息 念佛 回观返照 以及细念等四种方法 这四个方法里面 都有心法 其心法 则是要透过气养足 到神安稳的过程来实践 当我们的气养足了 神安稳了 就有利于调心 调心有一个诀窍 心法 就是先要静默下来 我们可以现在 就用打坐去感觉 进入打坐 先进入调心 不管你选择哪种方法 回观返照 念佛 细念 或鼠息都可以 我们先用几分钟 慢慢让自己的心 平静下来 还是要注意一下 嘴角保持微笑 舌尖上顶 手节三昧印 等等 打坐静默中 这四种方法 运作方式都不一样 鼠息 跟念佛的运作 稍有雷同 而回观运作 而回观返照 跟细念 两者的运作就不尽相同 例如 细念要的是细柱海潮音 至于回观返照 我们要用的是十方动剑 而不是十方动纹 方法虽不尽相同 但每一种都各有妙用 都能契机 打坐静默中 无论我们选择这四种的哪一种 我们都称之为方法 但它们还是都有另外的心法 心法是什么呢 虽然从调息的阶段 就要开始切入心法 要经常把调息的功夫做好 让调息的功夫 把我们的气养足了 神安稳了 才能进入心法 说到心法 就已经是进入调心了 假使气不够足 神不够安稳 那么进入心法时 就会事被公办 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 经常坐不住 胡思乱想 就是因为前置作业没有做好 也就是说 气一定是没有养足 或是气分歧 散乱了 要把气贯通 使整个神达到生机勃发的状态 如狮子般的威武 气神要很威猛 但要收敛不可以散乱 而这完全要靠调息 透过调息 养足士气以后 你的神就会非常安稳 心神安稳了 就不会分歧 散乱 就会安住在我们自己的心殿里 若是气神没养足 坐下来 就会无精打采 惶惶不能安住 既然安住不下来 那么打坐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打坐要能安住 重点在调息 将气神确实养足 放下来 感谢观看